中国河北保定高倍电视超过5000名中小学教师 从星期一开始进行罢课 抗议工资太低 难以养家活口 这波罢课潮还在持续之中 而且从市中心向乡镇学校蔓延 河北保定高倍电视中小学大约5000多名教师 从这个星期一开始罢课 有几个小学生周三向本台记者反应 这几天老师光出作业不讲课 当地一名小学老师介绍 老师们天天到学校但不上课 会一直等到官方善意回应老师们的诉求 对于老师仍在持续的罢课行动 高倍电政府宣传部确称已经解决了 最近河北高倍电视教师在网上发布了一份 以河北高倍电老师罢课了为标题的公开信 文中说现在物价飞涨 工资却成期偏低 较临十几年的工资只有1300到1600多元不等 不知怎么生活下去 新唐人记者朱智善刘慧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朱智善刘慧采访报道